猪哥会社 你看那个精致的生活馆 它的大门啊 比你的前阳台的气势来的大 有没有 这行程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你的所有的 例如说你的跑车啊 你的事业啊 所有的机会呢 都被失踪了 会啊 有有 而且被劫财 你们公司接的case本来是你们的吗 后来有些别的婚 会就是可能本来是 这个路线是你要去的 那就莫名的公司会 你会跟你讲 你不用去了 那可能又会换别人去 真的有明显 也有小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 对 因为他们算货运的部分嘛 那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人 那算公司嘛 那一起在承包 同一个公司的业务 那所以就是说 他们也会有 想要跑比较好的一个路线 对 那常常有时候就可能 他原本这个是 他想要跑的路线 那公司把他排他 那后来呢 别人那边可能又讲了个话什么的 又变别成别人的 对 这样子 那常会在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啊 就是讲 背后讲个不好的话这样子 所以已经做得很辛苦了 对 还要被人家这样讲 对 而且还借不到case 对啊 好的路线跟不好路线走起来差很多 对不对 对 千年之间 时间很有限 对 所以可能跑很远 一趟下来 才算 就算得很少 那别人可能跑很近 那人家可能很早就休息了 赚的比你还做 对 跟养生的成本真的太高了 而且呢 这种机会呢 你一直变在节奏 我觉得你的机会已经很困困了 然后现在又更辛苦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呢 很简单就把这一个大的窗户呢 你就可以放那个 像格热子也没有 像玻璃机面 把它扳回去 从外面变 哦 才从外面看不进来 对 门看得出去的 没错 那如果说你要更加强的话 你应该是在花台上面 可以摆一对小的石狮子 哦 然后对外面 是和每一个家都没放 基本上要看家里啦 像那种状况 像大门吃小门的状况 你可以摆 但是你不用 因为你毕竟不是什么 大庙啊 或大公司 你不用摆得这么大尊 你就小小的 像真性的 放在你的花台上面 对外面就好了 那就是左右白姿吗 嗯 就左右白姿 左右各白姿 那因为我们自己 本来就没有前阳台了 这样是不是也会更影响 其实不会 我们整栋大楼都没有 就没关系 如果是原本有人打 推 推出去就不行了 对 所以还好你整栋都没人这样啊 对对都没了 所以OK啦 谢谢 那谢谢我们好一点 谢谢 我赶快想办法 看老公的工作部分 对 要让他事业能够顺利一点 而且记得哦 葫芦 葫芦要大一点 大一点 好 季工师傅在喝的那种 好 OK 消失得到药了 现在我们去看女主人了 好 最重要的厨房 厨房 厨房 好 好 好 来开一下门厨房 是 好啊 门还留着就很好啊 好啊 人家没有门耶 有哦 很多厨房门都卡掉了 对啊 就是 想要做开放式 一定要有一个厨房门 一定要有一个厨房门 因为油烟真的会乱跑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头好重 那个 因为要让前面一点 对 后面咖啡 我们的这个 要第一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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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这种闹高 素养人在家 我这种闹片 还好吧 去弄人 这种油烟机好什么 OK 因为主要是看她的罩 前面有窗 前面有窗 没有 没有窗 没有窗 但是 后面有门 对 对 其他厨房有一些先天的一种 格局上的问题 对 例如说这个罩后背门 就是范小人 但是呢 我们的委托人呢 她都有把它做化解了 对 其实还蛮聪明的 难怪她有运气 她老公好吃 不透光 有金臭 那边还有过来的葫芦 还有过来的葫芦 然后也过来的葫芦 对 真的很认真 是啊 所以有改善呢 她对她这些运气就会加分 是印度林嘛 没错 然后呢 这厨房先天的格局 这是第一个小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是 她这个呢 从前面的那个落地窗 一直呢 到这边去穿塘风 对 也是穿彩裤 对 不过呢 她在装潢上有一个巧思 她把它做隐藏门了 多做一道拉门隐藏门 好 所以她厨房其实还好啦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 没大问题了 妈妈比较烦恼的是小孩啊 是 对不对 小孩是让妈妈会比较 不是那小孩还小啊 还 不是有面临到小朋友的什么样的问题吗 小朋友啊 就容易感冒啦 感冒可能看医生看了一两次还没有好 那这样子 然后 常感冒就是小孩感冒我也会感冒 那就连续着一直在吃药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病人很重 因为有点过敏 有点过敏 有点过敏 对 小孩子又开始又感冒了 对 女人就很容易轮着一下这个感冒一下换那个 都这样 未来未起 对对对 所以小朋友的健康上面 对 还有什么是你担心的 还有我儿子就长得比较娇笑 我儿子就比一般年纪的小朋友 他那个沙发就知道啊 对 可是他不是才三岁吗 对啊 他因为他上幼稚园了 所以跟同领的小朋友我会看 他就觉得他都比人家矮 有加那矮 就是年头的小孩跟年尾的小孩的差别 因为小孩差一年差很多 可是比他 比他慢 就是年那个月份比他晚的 小朋友比他高耶 对 你是不是有什么让他吃吗 他吃很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吸收 就是 你娘没有办法吸收 嗯 对就比较差 对 对 那会不会是风水有问题的 好看一下 好来 请 好带路 谢谢 所以你姐姐跟弟弟是一起睡在这里 对他们现在一起睡 好棒喔 健康真的是比较重要 是 健康才是影响他们 健康 就太多 对 你这样讲 会觉得有点担心耶 对啊 对尤其 头都睡在那里 对对对都睡那边 嗯 你看那梁有压到那个头 对啊 其实这间呢 我觉得这个房间呢 本身先天的格局就有点状况 这个会让这个小孩都不会大汗 成长啊 或者说他生理的状态 都会比玄灵都还要来得慢一点 为什么被大汗 因为第一个呢 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压凉呢 对啊 压凉的话你看他完全没有用床头柜阻隔嘛 直接睡就是头被压了 对 所以呢代表说他承受了很多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好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这个格局呢 嗯 他的房间是凸出去 我们以大门来拉一个水平线 这个房间是凸出去的 嗯 等于说呢 这个大门来 你看大门在这个 假设这个轴线当中 他是往外凸的 嗯 所以呢代表说呢 这整个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像这种强出头啊 已经凸出去了 嗯 他无形当中要承担的压力会特别重 而且两个小朋友呢 还这么小 他哪懂得去承担外面世界的压力 是 会怎样 他就变成了 然后呢 还有那个人际关系啊 小朋友之间的那种吵架问题 都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去应付嘛 是 对 这个磁场当中对他来讲是不够安稳的 所以等于这间房间是谁来住 压力都会大 都会大 其实这间房间呢 有这种格局 最适合当什么 书房 办公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事业 你的文昌要熬出头 所以要抢出头 对 这样你才会那个嘛 极地登科啊 那如果你这边当房间的话 除非大人还可以 小孩就不行 嗯 嗯 我刚刚看旁边不是还有一间房间吗 对 那变成我的储藏室 就是 就是 就不要打开的 对对对 放开心 搞不好去那间看看 然后就觉得 其实两间就是对掉就好了 因为这边当网拍啊 当办公室啊 最好的啊 既然那边有已经空房间 我觉得应该帮他们那边看一下 对 那边搞不好睡比较好的 一百八 一百八 哇塞 一样就当那个篮球选手了 对啊 一百九两百 对啊 要看一下 妈妈太担心了 是的 对 那是这一间 对 对 这一间 好好的啊 是啊 对 对 就因为 那个很开的东西 很开的啦 对对 其实你本来有做房间的预算啊 对 这本来是房间 对 本来是有白床啦 对啊 那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 我老公说叫我把床给弄起来这样子 对 然后变成说 储藏室 所以如果是这一间的话 是比较适合是不是 对 因为它这个在房间是厚短的 而且厚短的话 气相对也比较稳一点 所以这边当房间的话呢 我认为对两个小孩的发育啊 或是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很好 啊 那是你最担心的 都在哪里 对 那面有个衡量嘛 对啊 你可以再两下 但是你要放床头柜 垫开 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呢在这个房间当中呢 如果规划为小孩房的话 我们教大家一个小孩限定款的 一个布置的方式 小孩专属布置方法 好好做做 好 好